留每小时的生产量是多大 三,需要出几种成品料,最大出料规格是多大 四,需要固定式基础结构的还是半移动式钢架结构,还是全移动式结构 方案设计中,雷友会根据客户的出料规格要求和产量要求及现场情况来选择破碎方案 是方案达到最完善的效能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项目的制定矿山生产线 产量要求每天供需3000吨,且要求食料的地形好,呈多角形地方体 扁平状含量应小于8%,而现场地形也比较特殊 开采作业面上具有两个梯形落差 第一个直线落差约有13米 第二个落差约为7米 两个落差之间的平台距离只有4米 经雷友公司的销售工程师和技术工程师现场考察之后 决定选用产能量最大化的P1恶式破碎机 与两台反机式破碎机组合的两极式配置方案 且根据现场地形